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哥 还是你对我最好 这个时候还敢来看我 你终于知道我对你最好了 你就不怕丢命啊 丢就丢呗 命丢了下辈子投胎我还来追你 记得节勤毕业的时候 戴老板说进了军统局以后 洗脑袋的时候 要把脑袋摘起来起 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还觉得吓唬人 这十几年的经历下来 才明白真不是吓唬人 死了多少人 还都是身边的 今天如果不是小彤的话 我早就死了 小彤真的是来接我的吗 不好说 跟你说也无法 是我派小彤让她跟踪姓黛的 为什么 我认可你的怀疑 姓黛的很有可能就是唐王 那发生的一切 就都解释通了 第一 她对八哥非常地关心 第二 中山一号泄密如此之怪 不可能从我们来泄露出去 第三 天都饭店的行动 跟她有什么关系 她来观摩 观摩什么 你说 中山一号是从她那儿泄密 那中山一号跟她是什么关系 难道她是真正的执行人 站长已经 站长都默认了 马哥 我也是干这儿的 我知道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问的不问 彼此都能接受是吧 是 那就不要谈这些了 只是我觉得 你不应该让小彤插手这件事 我都说过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那会被抓了 我心里着急才 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月亮吗 因为我们抛弃了她 我们抛弃了美好 选择了黑暗 一个驻圣官 曾经这样跟我说过 怀疑无处不在 只有我们需要她的时候 才会凸显她 我们是在给你一个机会少校 她指什么机会 举证我的上司 站长 我现在才恍人大悟 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 可上面哪 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们 怀疑无处不在 需要的时候才会凸显她 这是什么混蛋话 我们的境遇 居然和几百年前的锦衣卫一模一样 李红 我是生生地把了一颗牙熬过来的 你说 这是为了什么 我是来追逐黑暗 与罪恶为伍的吗 别说了 天校哥 当初国防部调你过去 你真应该一走了之 离开军统这个鳄鱼谈 国防部也不是什么伊甸园 我的同学上个月就被枪毙了 什么 郭华被枪毙了 罪名是歇密罪 其实就是个替罪药 死得跟小翟一样 小翟 小翟他怎么了 小翟 说呀你 他自杀了 自杀了 天路梵田行动失败 总得找个人负责吧 illon 杀了 では 我 什么 岁 尴尔 早落 他 fun 五一六客人逃跑 负责任意 是站长 站长说好 是上面的命令 下个月五号 是他二十四岁的生日 我说过 我答应送他蛋糕的 小兔还说 要和他一起过 没想到 一天之间 他们俩 你让我先进去吗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老板还没回来 您不能进 让我进去吗 你这小伙子怎么搞的 先生 先生 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我要进去等他 先生 我在里面等他好吗 我在里面等他好吗 您不能进去 你别急啊 不行 我们老板真没回来 你让我进去等他 先生 真不行 我们老板 老板 你让我进去 老板 老板 这个先生是 老板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别人姓郑 这位郑先生 非要等老板回来 说是 那有事请里面谈 好 请吧 好 请 郑先生请坐 好 郑先生 不知道有什么事 非得等我回来啊 事情是这样的 我呢 也是干这行 手里有不少的货 本想全带回北平 赚点钱 没想到封了江 走不了了 我急啊 所以啊 我想盘下 或者 你租给我 我把货卖了 亏待不了您 原来是这样 先生 请用茶 谢谢啊 请用茶 郑先生 是北平人吧 不 李北平进 天津 哦 天津人 出生在天津 长在北平 全国各地啊 到处跑 口音都串味了 老板 我是真心诚意的 来租店 谢谢 蒙郑先生不气 看上我这一品轩 但我还有两件事 要向先生请教 老板请讲 这第一件事呢 就是这古玩街上 大大小小 一百二十多家店铺 郑先生怎么单单看上 我这一品轩了呢 啊 我喜欢一品轩这个名字 顾名思义 一品轩 买一品货 在下的货 也是属于一品 哦 老板 那二呢 这第二件事呢 就是如果我把这店铺 卖给你 或者租给你 那我这伙计怎么办 我骗用 他还在这干 包是包住 不包住 老板 你也知道我有家人 哦 原来郑先生 不光是租我这店铺 要的是我整栋房子呀 钱没问题 老板 这点尽管放心 我就想尽快的开张 现在的形势不好 那我得想想 我这伙计没地方住 恐怕 包住 行吗 包住 那我也得想想 过两天吧 过两天 我想好了给你消息 老板 这事要快呀 财神爷敲你的门 错过了就没了 小圈 送客 哎 来了 老板 我觉得啊 这间房子里面 肯定有值钱的宝贝 嗯 也许吧 要不然人家凭什么 在这个时候 花这么大价钱呢 租咱们整栋房子 嗯 对 这个信贞的一定有什么秘密 他就是戴王爷家以前那个管家 我记得那个管家也信贞 那要不我去找找 找什么呀 找宝贝呀 找宝贝 这么容易啊 你随便找找就能让你找着 那还叫宝贝 要是真有宝贝 一定藏在什么密室里 说不定还有 互保毒蛇 老板 我最怕蛇了 所以啊 我得想想 咱们是怎么弄到这家店 这家店以前那个老板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对 老板就是老板 我明天去找找 嗯 嗯 这是你做的 原来的卷宗就是这样 我只是略加完善 三条路线 没有一条眼睛 还标为最高机密 名不负实 我看 是假的 假的 不会吧 站长已经和新边第九军的军长 前胜接触 目前来看 空运 是最安全的 陆运也不行 三条路线 只有一条是真的 哪条 写得越简单的越真 你是说空运 嗯 戴小姐 不想让你知道太多 你说她这 这个戴小姐究竟是奶路的大姐 她会不会是那边的人 这个我也吃不准 嗯 先这样吧 那时间不早了 我先车了 想车还是想留 说实话 当然小柳 那 就在这睡吧 真的 一如既往 大地铺 不用 我睡沙发 还有五个小时天就亮了 我还要去鸡名寺上香呢 我送你 还用车吗 七点五十五分 马天啸的车 到了少校的公寓外 八点二十六分 少校出来 上了马天啸的车 他们开车去湖冰花园 两个人在湖冰花园 停留了大概三十分钟之后 再回到少校的公寓 马天啸上了楼 到了十点三十分 房子关了灯 马天啸没有出来 我想可能是睡觉了 少校非常精神 从来没有在窗口出现过 你刚才说七点五十五分 马天啸到 而少校是八点二十六分 才下落 那证明他们不是约好的 你是说我们 你们被发现了 赶快撤 是 我敢断定 少校和八哥不是第一次相见 打开 是 我敢断定 少校和八哥不是初遇 他们早就认识 在酒会之前 他们就有个结束 凭什么这么说 眼神 初遇和熟客的眼神 是接人不同的 在你的例行报告中 对他有非常详细的表述 可唯独在眼神 初遇和熟知这三个点上 则完全没有提及 那个时候 我把他从军统局 刚刚调回来 我对他是信任的 可你现在完全怀疑他 发生了这种事 我不得不这么想 而事情 就发生在他的身上 如果我是卧底 我知道我的组织 面临着灭顶之灾 而我的情报又送不出去 那采取的必然招数 就是车祸 孙子兵法间谍篇中 的确有关于死见的阐述 他具备这种素质 你怀疑他 而毛人凤怀疑你 但你现在说的是眼神 和还没有经过调查报告的车祸 而毛人凤手里 却有你和八哥相拥告别的照片 谁的证据更实一点呢 我对党国 停 我们讲的是现实 一位将军和一个校官 在大厅广众之下 如此息息相拥告别 这如果没有隐情 是说不通的 当然 也许 你有难言之意 所以你拘捕陈丽红 是愚蠢的 我是为了中山一号的安全 恰恰相反 你给别人希望 才是安全 我都很希望卉卉这位八哥先生 就像他们 希望得到我们的具体行动计划 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实时步骤 可能呢 投桃报李 投桃报李 把中山一号 抛出去 抛出去 我们会得到 非常丰厚的回报 李红 还没睡呢 好 你呢 怎么还不睡啊 我睡不着 两眼一闭啊 全是小翠和小偷 李红 你说 到底有没有黄泉路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愿他们俩 蹬在下面成一对 小偷一直追着詹小林 詹小林跟我说 只要小偷开口 他马上辞聚 谁会想到是这个结局 你说我们以后会是什么结局 明年这会儿 咱们俩还活着吗 不敢想 对了 马哥 你怎么想接军统的 照片 照片 就因为一张照片 小时候看见我爸 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 手里拿着一把军刀 太帅了 我就梦想着有一天 能像我爸那样 军统结束集训那天 我穿着崭新的军装 赶了十几里路去拍了张照片 给家里寄了回去 你还挺臭美的 我爸愣是没看着 为什么 就在缅间给站死了 对不起啊 也好 老爷子要是现在活着 眼看着国君如此惨败 得活活气死 你说我们有那么多的精锐部队 怎么就是老爷打不过贡军 得民心者得天下 咱们为什么就得不到民心呢 连我们自己的心都宣战 还说什么得民心呢 高五 镇长说你懂政治 说我什么都不懂 就知道泡妞 哪有 你只是没发挥出来 是站长让你来的吧 没有 我我就是来看你的 我是说中山一号 反正我现在都是头号嫌疑人了 老实说 是站长让我拿着中山一号向你讨教 我看不是讨教 是试探吧 这站长也算是老坚俱华了 但我敢保证一点 中山一号原风没动 原来就是 烟幕 马哥 我觉得你得留神一点 我会的 那辆车已经走了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昨天晚上来的时候 那辆车已经在了 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 那个杀手 是冲母来的 哦 我去了古楼警察局 那个杀手家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那个女尸是绿牡丹歌舞厅的一个舞女 舞女认识你 杀手 让她来指正你 是为了报复一个洋人的死 因为有一个极像你的舞女 杀了那个人 好你个马哥 跟我来这逃 你是真的害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来给我当保镖的吗 我的天哪 这回就算按了枪 也不会冤死了 舞爷 过来 水耗子 什么事 大事啊 大事 小四啊 看好店啊 好嘞 说吧 什么大事 先弄个饼来吃吃 不是来遍吃喝的吧 你太小看人了 不瞒您说 按照您的吩咐 说不定看好了地下水稻 能挣很多钱 饼呢 我说你烦不烦呢 小四啊 给他拿张饼来 好嘞 给多少钱呢 你 你还没说什么事呢 要什么钱呢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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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军 什么 共军 十八个人 一个女呢 还化妆 还化妆成国军的模样 还化妆成国军的模样 你胡说八道你 你看 你还不信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卖给警察局去 等等 你说的是真的 不是 看你给多少钱了 你要有钱 我可以带你去 我都知道他们的窩了 好 算你有本事 我多给你点钱 好 六 你经常去上香吗 大难不死 就要还个院了 连我们少校 都要去还个院 难怪这四里香火 会这么荒盛 你呢 从来不上香啊 从来不上 从来不上 总要有第一次吧 要不一会儿 你跟我一块儿进去 算了算了 我呀 还是离鬼神远点的好 那好吧 那一会儿 等我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用等我了 大小姐的车会来接我的 你要很长时间吗 不会 那没关系 我待会儿啊 还是在命门口等你 然后 我送你回公寓 好 好 马哥你站好 请拿木箱 小姐真漂亮 谢谢 这不得生下来了呢 过去看看过去 过来看看 之後里面给老粉 太棒了 是啊 突然我贱了 这个 entrepreneurship 映得 Broad 你怎么了 没事吧 还行吗 没事没事 抓住 阿弥陀佛 你说你坐在车上 看见那个洋人 你就跟了过去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不认识他 你跟踪他干什么 他跟踪你们啊 他跟踪我 我以为他是杀手 冲你去的 就跟着他 你们走的哪条道 就前面那条道 是我走的那条吗 不是 不对啊 你不是说他跟踪我吗 他开始是跟踪你 后来他就拐到那条道 我想去看看究竟 没想到 被这帮小子给暗算了 我说吧 危险无处不在 只能祈求菩萨的保佑了 还好 你没事 咱们走吧 李慌 你能退出吗 退出 什么意思 你辞职吧 去香港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李慌 战争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你看你 穿着旗袍 高跟鞋 往人群里一站 平静玉立 多漂亮啊 你应该享受美好的生活 可现在 你穿着这身形头 手里连把枪 把脑袋扁在裤腰带上 你干嘛呀 我倒是也想啊 真想吗 当然真想 那好 我送你去香港 我妈妈已经在香港定居了 我 犹豫了吧 李慌 你可以不爱我 但是我可以给你 幸福安定的生活 只要你想 你想过好日子 什么是好日子 平安无事 做个阔太太 难道这就是好日子吗 至少那种感觉是美好的 你看看我们现在活的 天天在死亡的边缘 好像不下地狱 就跟没完成使命似的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 问得好 我也是个年轻人 我也有鞋有肉 我也想追求美好的生活 可是 当时一切都要不可及的时候 我只能选择成手 因为我是个男的 而我是个女的 没错 女人就不能承受吗 我选择承受 我选择承受 我应该当时 我选择承受 人不凭承受 我选择承受 我轻人 Ao依诗 我选择承受 我选择承受 这个人叫斯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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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接远东战犯管理办公室 忙什么呢 风风火火的呀 什么 撤了 那日本战犯谁管啊 不知道 开什么玩笑 站长 日本战犯竟然没人管了 共军很快就打过长江 现在谁有心思管那些日本战犯 站长 我今儿可是看见稻田青衣了 稻田青衣 在什么地方 在马路上 马路上 马路上 他居然敢露脸 他当然得露脸了 他手里那些国宝文物得想法弄出去 要不等共军过了长江 他就什么都没了 难怪他们俩交往在一块 稻田青衣和斯文特 站长 您可什么都知道 中统那边搞了个把院 说是雷席酒吧 常有日本人出现 可就是没有发现稻田青衣 那怎么把稻田青衣抓起来 他曾经落在过我们手里 现在不落 那找斯文特 向美国宣战 那倒不是 我劝你不要躺这个魂水 现在正有人的钓鱼 钓鱼 钓谁的鱼 不该知道的就不要问 我劝你 对斯文特要绝对相信 绝不可出错 稻田青衣 早晚的事 怎么样 如愿意尝了吧 什么如愿意尝 你昨天夜里 不是在公寓里度过的吗 站长 我们 我们没那个 他看了中山一号了吗 看了 他怎么说 他说中山一号是烟幕 真是一块宝石啊 红宝石 可惜啊 可惜 站长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怀疑少校 刹车失灵 不一定就是少校可的鬼 我们没证据 我也不希望他有问题 站长 你也认为中山一号是烟幕 这都是总统府那帮时刻 凭空造出来的真真假假 行得通 它就是真 行不通 就是假 站长 那您给少校看郡宗的目的何在 偷逃报礼 偷逃报礼 现在情况是这样 中共 只在中央银行设定退市 还没有任何其他行动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特派员刚到 还没有做好准备 也可能是 中共还没有掌握中山一号的具体内容 如果他是卧底 那么他就会把情报送出去 那么中共就会在陆海空三方面有所行动 如果不是卧底 那我们就看中共方面有什么反应吧 严慕 玉智的严慕 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们自己的 戴威 赢的是作为总统府特使 临战之际到南京来卫围将去 暗的是 是押送国宝到台湾的执行人 海陆空三条路线图 看上去扎实 有具体的单位和联络人的名称 可实际上 避重就轻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这是老蒋给自己人下档 你们的意思是 中山一号是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还有另一套行动方案 这行动方案应该就是戴威 也许是 但中山一号不能因为烟幕 就把它搁置在一边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以免到时候弄得我们措手不及 我认为啊 从现在开始 从海陆空三条线路全面展开工作 这样 到时候 无论他们走哪条路 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界 天都饭店的事情离现在只不过三十多个小时 暗保密局一向的习惯 这么大的行动失败 他们一定会排查到的 我们的内线是迫不得已发出了这份情报 一号的意思是 这份情报有点蹊跷 蹊跷 我怕敌人用意不善 他是怎么拿到这份情报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他居然在上面连续写了三个烟幕 既然知道了 那他为什么不写清楚 是什么烟幕呢 他可能不知道 知道他就写了 一号的意思是 等两天 等两天看看 有没有什么心情 我同意 好吧 按兵不动 不是按兵不动 我们按正常的计划进行 完成你的豪夺方案 别你都我的呀 这是我们的行动方案 是南京地下堂的方案 老张说得对 按计划 应该找到中央银行建筑设计师 找到了 他叫方兴忠 这个题太暖了 你会吗 我也不会 咱们还是听着老师这么讲吧 结构 它是把各个组成部分 进行调配和排列 在建筑学上讲 它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很好 拿到中央银行的设计图纸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一号 老沙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刚来南京 对南京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游戏涉及到那一块 我们的内线时时刻刻 我们的内线时时刻刻 都处于危险当中 我们的内线时时刻刻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为我们的内线着想 我同意你们的分析 我们对这份情报 暂不做回应 这份情报 最起码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中山一号真正的执行人 是戴卫的 我听老沙说 你认为如果是他的话 巧取豪夺就有息了 我是有这个想法 策反戴威 与其在外 不如入内 不不不不 道理是什么道理 那我怎么总听了点 清空霹雳的意思 有没有可能 第一就是时间 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吗 第二是可能性 她是老蒋夫妇青睐的女人 又是宋美龄的外事秘书 一定很反动的 不能一概而论吧 想想八年抗战 当他们为国捐躯的时候 和我们的同志牺牲的时候 那流的血是一样的 都是热的 说实话 当年我很感慨 当我怀揣理想 奔赴延安的时候 我认为 只要是热血亲人 只要是有识之士 都应该和我一样 去延安 从那出发 抗击日本侵略人 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 有一批年轻人 他们站在山顶 迎候着闪定 他们的理想 是黄埔甚至是军徒 那你能说 他们的血不是热的吗 espera 是看小心的 记者 性语ält 依然应该和髋髋 希望山洞着黎明的翟膀 冲破黑暗的光风巨浪 有一颗声音在前方高声着 那么嘹亮 让我听见了信仰 有多少子弹会飞向胸膛 把你脚步无尽的阻挡 抬头仰望着满天的星光 温暖在我胸膛 我看见了信仰 如果我倒下再醒不来 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 如果我一句叫不回来 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 你知道我的存在 如果我倒下再醒不来 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 如果我一句叫不回来 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 我会化成微风 你知道我的存在 kaufen掉的澎湃 因为你的一分辎 二君为皆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